NM新闻有点多 聚惊愧神 听我说 勇士输给了骑士 那算是库里三节不到 就狂砍了三十甲 但是全队就靠库里一个人撑着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了 至于二张家克莱 完全迷失了 全场石油头只有五中 而且防守端还漏人 克莱可能偶尔还能抱一场 但真是肉眼可见的退化 至于索尔哥 自打新赛季就没正场过 别说场均18分了 就算8分都老费劲了 而且防守端也大不如前 按理来说 那索尔哥也不应该 二十七八岁 那正直巅峰 还没受过大赏 突然就不行了 那真是一点都不科学 勇士光靠库里 也能赢一些比赛 但是要想冲击总冠军 肯定还得交易 另外比赛中 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格林请米契 吃了个大肘子 但是米契也不是好惹的 又怼了格林一下了 结果裁判 把格林给驱逐了 米契只是普通范围 那气得格林 要找米契 找个野狐单挑一下了 那格林现在呢 真是名声在外 有好有坏 以前是以前 那现在是变态呀 熊鹿也输给了魔术 这场阿力啊 又轮凶了 字母哥狂喊三十五分 那已经是拼其全力了 那熊鹿自打 没有了获利敌 那真是谁得谁拿捏呀 完全没有往日风采 那这大概就是啊 交易阿力的副作用 那估计字母哥 现在被窝里哭的时候啊 都得想见获利敌了 绿军对着猛龙 那绿军四巨头 和喊八十五分 轻松屠龙 那现在绿军啊 能打的一人太多了 布朗二十九分 卡图姆二十七 波神二十一 真是按一下 葫芦扶起瓢啊 而且他们的防守 也相当前悍 现在绿军啊 那最大隐患 那就是波神 有玻璃属性 那不然这个赛季的绿军啊 绝对是东部霸主 乌布雷这边 那也出车过了 那具体咋的事呢 他走着走回家 那就在马路上 让一个骑摩的车 得撞了 这人要是点被洗了呀 喝点凉水都塞牙呀 那目前雷了 没有生命危险 但也伤得不轻 肯定得缺席一阵子 这七五人也是刚好机场 就摊上这么个事 那据说骑摩托特的这个人啊 满脸大胡子 那我猜呀 那很可能就是我登哥干的 那谁让最近这快船总输 七五人总赢了 登哥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又到抗伤的环节了 波伍特你给我除了 愿无不雷的伤痛 由波伍特来称赞 波伍特来称赞